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中庸第十七章 子曰 必得其受 故天之生物 必因其财而赌烟 故栽者陪之 情者富之 使曰家乐君子献献令德 一民一人 受禄于天 保佑命之 自天生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这里提到 孙是个大孝子 他德性堪称圣人 尊贵成为天子 整个四海之内 都归他来管理 所以富有四海之内 而过世之后 宗庙来验想他 子孙继续 保持这个香火传统 这里说了几点 也是他的德性 是圣人 他尊贵 现实的位置 他是天子 他所拥有的 是整个四海之内 而他的神圣超越 宗庙相知 他生命 粘延不惜 子孙保持 德最重要的 所以大德者 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你的德性宏大 宽广 高明 如此大之德性 一定能够得其位 你的尊贵的位置 得其厚禄 想其圣明 得其高寿 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儒家是充实而饱满的 他一切从有足己之位性 而进一步充实之位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位大 大化之之位圣 圣而不可知之位神 得其位 得其路 得其名 得其寿 他跟佛教不同 佛教采取是消续法 要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佛教宗教室 可有我相 但不要我直 可有人相 但是不是一直拘职着别人的看法 可有众生相 但不是为众生之意见所指 而是去关怀众生 可有受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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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关怀自己是岁数 而是能够关怀到天长地久 众生能生生不息啊 所以也可以说 无我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无我相 所以成就其 真实之本性 无人相 所以能够关怀天下众生 无受者相 无受者相 所以能够留意到天下昌生 生生不息之久远啊 故天之生物 必因其才而赌言 故栽者赔之 轻者赴之 而上昌生养天地万物 一定因寻着顺着他的材质 而独厚着去赔之他 看可栽种可赔之的 他会好好的去掌育他 那没有办法 那只好附作泥土 继续来掌养其他的东西 史经大雅 格勒之篇说到了 加勒君子献献令德 移民移人 寿路于天 保佑命之 至天生之 说那加善悦乐的君子 那彰显明白之应得 可真是移民移人 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这样的加勒君子 因此上天赐给他了福禄 而一定会保佑他 任用他 而天命会时时刻刻地提醒他 告诫他 故大德者必受命 因此 那红薄宽广广 高明的 具有伟大德性的君子 他一定会承受天命 而作为天子 而灵友四海 而能得配圣人 尊为天子 忠妙想之 子孙保之 这一章可以当成一种 道德 圣王 一个理想的呼吁 那顺是典型 因为他能得为圣人 尊为天子 进一步 富有四海之内 忠妙想之 子孙保之 儒家基本上是 以人生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 来充实饱满的 从自己身心的共同体 到身家共同体 到家国共同体 到国天下的共同体 推而扩充之 可以节地气 通天道 入本心 不乎四体 通达于八方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进一步 他是通生死幽民 通古往来经的 通测生死幽民 通测古往来经 如此 他是 把彼岸跟此岸 勾连起来 但 以此岸的幸福 会主导 而幸福又 仅关联着 道德 道德 幸福 得福一致 如何可能 这内圣外王 如何可能 是儒家最重要的 一体之一 这一章 讲大德者必受命 这里 你可以看得到 整个人文之命 天与人归 人 作为天地之间 最重要的参战者 因其参战而能至终合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这是无比重要的 正因人之参与 所以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功 如此是为可能的 好的 我们再把这一章 来重读一遍 中庸第十七章 子曰顺其大孝也于 得为圣人 尊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宗妙享之 子孙保之 故大德者 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故天之生物 必因其财而赌焉 故栽者赔之 轻者赴之 使曰家乐君子 限限限定的 移民移人 受禄于天 保佑命之 自天生之 故大德者赌之 古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第十七章 主要顺其大孝也于 得为生人尊为君主 富有殊害子女 众妙向子 祖孙佛子 还有带得必得既位 必得既禄 必得既名 必得既生 还有天旨生物 必因既在日独圆 还有宅吃败子 兴吃败子 洗碗 加露君主 现现凌的 疑民疑人 修露一天 富有名字 祖天贤字 古代得者必修名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